哈囉大家好,我是莉嫩,我是Mendy 那今天很高興收到妮威亞的邀請愛 要來分享他們家的卸妝產品給大家看 那我們想說要怎樣能分享 最明顯的就是我們直接卸給大家看 就我們首次就是要從完妝到最後眉妝跟大家剪面 就是我們好像都是以前素顏給大家看 現在是回復到素顏的狀態 那因為卸妝一般都是你晚上睡覺前 洗澡前做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你要睡覺前一定要卸妝 就如果說你還是那種不需要睡覺的女生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你以後一定會變得很老 因為今天化妝品都化學的東西 在你臉上你要去睡覺就很可怕 所以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說 卸妝非常重要之外 然後我們想說接下來 連續兩週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一個挑戰 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 就有三件事是我們想要做的 那你也可以增加項目 或是就跟我們一起挑戰 就我們想要養成就是三件睡前的好習慣 然後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常常會有這種想法 說我也要 我就希望以後可以幹嘛幹嘛 可是我覺得自己一個人要做都非常難打 到時候就想要跟大家一起 好 那我們先分享一下 這是我們有收到哪些商品 首先今天會我這邊的話 用給大家看的一個是 他們家的保濕深層眼部卸妝液 還有這兩款 它其實是同系列的 他們是不一樣訴求 一個是保濕控油深層卸妝水 一個是淨白透亮深層卸妝水 可是妮威啊他們家真的還有出 各式各樣的卸妝產品 就譬如說他們的保濕透亮深層卸妝精 還有深層卸妝乳 跟保濕深層潔面乳 好 然後因為商品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要主要給試試看 就是我手上這三樣東西 這也是我們用下 我們最喜歡的產品 我們現在要把鏡頭拉近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們是完全是完妝的 就是所有該畫的東西都有畫的狀態 沒有少任何一個不為憂 然後這個妝說實在 就是一個很日常的妝 也不是大濃妝 可是也不是淡妝 就是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畫的一個濃度 所以就是非常真實 要卸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先從眼睛開始 然後大家一定要記得 它這個是眼部卸妝液 因為我覺得我們那時候也誤會它是眼唇 可是它其實是眼部 只是我們也會拿來卸唇部 因為我們覺得它卸唇部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嗯 然後就是要咬 我個人是就是我每次要沾一次 我都會咬一次欸 還是你只會咬一次 我只會咬一次 除非我真的覺得它太分離了 然後其實我都會用蠻多的 就是幾乎就是弄很濕 然後就敷在眼睛上 好赤裸喔 因為其實Mindy她之前就有在Favorite裡面 跟大家推薦過她非常喜歡 然後她們加這一款眼唇卸妝 欸 眼部卸妝 因為我就覺得它非常不刺激我眼睛 然後卸的也算是 我就還蠻滿意的 然後又是開架的 然後像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都會畫內眼線 所以我卸冒生 我就先把眼睛打開 然後就有點稍微把這個卸妝棉片夾住 然後就敷個10秒 我的話我都是先閉起來用 就是先把表層弄乾淨 因為其實 嗯 然後再翻到背面 然後就是有 有時就是清淨 然後我不會 就會很小心不要碰到眼球 就其實我這種卸妝很容易碰到眼睛 可是我覺得它本身是 就是不太會讓眼睛不舒服 可是我很久以前 我跟大家之前分享過 是 就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眼睛有點小發炎 然後就是眼睛很容易癢癢的 我覺得這種那段時間 我用它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眼睛會有點不舒服 可是平時眼睛沒有問題 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 OK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平斷一個卸妝液 厲不厲害 就是如果我還會需要拿小的棉花棒 在那邊清眼裡面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這個卸妝力有點不夠 可是像這一款 我平常是不需要再拿棉花棒做這件事的 那我們要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第一個要挑戰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真的非常愛滑手 就我不知道我們兩個是得了什麼病 因為我們兩個睡同一間房間 然後每次睡覺就是明明 就已經關燈囉 然後兩個人還是要持續在房間裡面滑手 我其實想說到底是得了什麼病 因為鏡頭前有很明顯覺得我兩隻眼睛很不一樣嗎 但只是黑眼圈露出來了吧 對 常常被朋友罵說 你這樣眼睛在黑暗中用手機 你眼睛一定會爛掉 你可能30就得清光眼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希望 就是第一個挑戰呢 就是希望可以在睡前30分鐘 不要用手機 就我覺得這個應該對現在年輕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就大家一定要滑下IG 一定要滑下Facebook才可以睡覺 就我現在睡覺我都會盡量開飛航模式 因為我就會覺得有時候 你已經想要睡覺了 就是已經覺得大概進入大概20%的睡眠 結果突然在手機一練 就想說誰傳訊息給我 對 或是是不是有什麼好玩的post 就很想看手機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就是一定要記得 所以你應該也要公明要關城飛航 可是我每次覺得關飛航很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時候怕早上突然有人打來 然後就不會想啊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他常在一家 然後關飛航 然後我已經出門 然後找他怎樣打都沒人接 反正就是盡量睡前30分鐘不用 是我們第一個要挑戰的 那如果你也覺得跟我們一樣 是這種重度使用 就是手機的人的話 可以跟我們一起 然後我會同時卸眉毛 喔你會同時卸眉毛 會啊 因為我覺得眼睛 眉毛不是就是眼睛一部分嗎 現在我眼妝就卸乾淨了耶 就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真的是 不再用特別再拿棉花棒 然後我現在就要進入到嘴巴了 這樣會看起來就突然間很像無眉道人 我現在很像無眉道人耶 幸好我不是男眼神卸出一些眉毛 然後嘴巴其實 喔可以大家講卸嘴巴的時候啊 就你一定要就是這樣子卸 你不要橫著卸 這樣子很容易會有唇紋 那是你的嘴巴的紋路 直著卸 好那我今天用的是直接紅管 然後其他的卸買乾淨的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卸完眼唇之後呢 就進入到臉的部分 那我們就用他們家的卸妝水 然後因為我們他剛好有兩款 我們一人用一款 那我就隨手拿 我拿到的是淨白透亮深層卸妝水 其實他們兩個就是有不一樣的訴求 可是我覺得用起來其實效果 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我覺得兩款都很推 那就是他就是這個就不用特別搖 這就倒出來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就我的畫就是會這樣子順 就是我是盡量不要就是往下擦啦 就是不想要就是造成皺紋 這樣子 你可以看就是立刻就是很多東西出來了 欸大家現在很乾淨喔 通常我會用兩塊 然後一塊卸一邊 可能就是右邊用一塊 左邊用一塊 然後第三塊就是整臉擦拭包含脖子 因為其實我都會修容 所以其實我都會擦到很邊界的地方 然後我順便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我們要挑戰的是 就我們希望可以在睡前至少冥想十分鐘 可以說是冥想或是靜坐 就是主要是讓你的心靜下來 也是會比較好進入睡眠 然後也是會讓你睡覺的時候比較放鬆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說你今天做了什麼事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狀態是你要完全不想東西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剛開始應該還是會想東想西 可是我覺得至少也是有一種 反省今天在做什麼的感覺 好那我要用的呢就是保濕控油款 那是他們這次主打的 好 就包含脖子 如果你脖子都有上到妝的話 都要把它卸乾淨 那其實他們家這次主打的卸妝水啊 他們就是說只要靠它就可以完全把你的妝卸得非常的乾淨 而且因為尼薇牙他們的品牌 本來就是專門做保養品的 然後所以呢他們就除了在你卸妝的同時 可以同時保養你的皮膚 所以才有這兩款的區別 可以讓你精拜透亮 一個讓你保濕 精拜透亮 是要幫它創造一個新的歌嗎 沒有我覺得它這一款就是我覺得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會開始用這種卸妝水 是我們之前接睫毛的時候才開始 因為不然我們每次都是用卸妝油比較多 那時候就用了好幾款卸妝水 那我覺得這一款給我自己覺得最大的不同是 它用完真的會臉會痠痠的 但它不是說你用完這個你就可以偷懶保養 保養工作還是不能偷懶 只是用完的時候不會說感覺臉色色的 就是有一些我之前用到就是會 臉會很緊繃啊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對卸妝水原本有很不好的印象 然後後來我用到幾款我覺得好用的 都是會卸的時候很清爽然後很好推 然後很好卸 可是這款最特別的是它是會痠痠的皮膚 我覺得感覺真的好像 你有沒有把我捨不得把我眉毛卸掉 我剛剛說goodbye了 我都已經卸掉很久了好嗎 好 就我通常都是會先卸半臉 然後最後再卸眉毛 因為畢竟眉毛的顏色比較深比較髒嘛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一款 真的是用起來就很像水一樣 完全沒有那種化學 就是我就是覺得它用起來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 有時候你會忘記它是化卸妝水 因為就是太 太無負擔 很無負擔 各用左右各用一邊 然後我會這樣第三張 就是一個全部再擦拭一邊 好那我們第三個挑戰是什麼呢 就第三個挑戰呢 其實是我個人 大概是近五年來 我每年的那種新年七星話 New Year Resolution 對然後沒有一年成功過 就是呢我希望我睡前呢 可以至少花費15到20分鐘的時間來閱讀 因為我個人就是真的非常討厭看書的人 他一直說自己有閱讀障礙 對我每天都覺得我看 就你知道我真的是近期 我看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心悸 就會我會覺得 就我耳朵會有嗡嗡聲 然後我朋友都說我很很誇張 可是我覺得 這要不閱讀真的不好 就是大家真的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所以我想說那就從睡前開始 每天20分鐘 這樣應該就可以慢慢養起這種閱讀的習慣了吧 然後因為我個人是如果看相同 就是相同那種文章太長 我會沒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覺得有跟我一樣問題的人 你們就可以 就先從一些短的文章開始看起 而且我覺得其實現在Facebook也很多 短文章給大家看 不像什麼8day magazine啊 或者是newslands啊 就很多就是蠻有意義 會可以學到一些小知識的文章可以看 而且現在Facebook功能也很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在你Facebook的裡面 就說喔之後再閱讀 然後我的話其實我是還蠻在看書的人 可是我覺得的確就是3C產品就是很方便之後 就是我越來越看 越來越少看的書 所以我也想加入這次的挑戰 就是我想要重拾愛看書這個好習慣 你三張結束囉 結束了 我就是整個臉都卸完 那我覺得這個線動作我還很推薦給 就是比如說你跟我們一樣是有在運動的女生 因為我之前有分享過那種卸妝精 就是我比如說像日本人拍的 那它用起來就是有些人會覺得它有酒精 比如像我妹的酒精很重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因為它有酒精味嗎 沒有 像水一樣喔 對它就是因為它就是英文就是Macella Water 所以就是非常的水 然後它不會像肥皂一樣 會給你臉很緊繃感 所以我現在 就我的皮膚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摸我的臉的話 你就覺得很短短 嗯 好那我接觸到第三張 那其實我個人習慣是因為我平常都喜歡用一些 就是非常持妝型的粉底液 像Double Wear或V-Dial等等 所以我就有點強迫症 所以我有時候用這麼 就是持妝型的粉底液的時候呢 其實我在用完卸妝水之後 我還是會再用那種洗線兩用的洗面乳 才會覺得就是比較安心 可是我覺得是它個人就是有這種這方面的偏執了 對 因為像我的話 我這一款的話我就不會再用洗線兩用了 我就基本上我就是會用一般的洗面乳 挺多我會搭配洗臉機 可是洗臉機我現在幾乎真的是每天都用了 嗯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洗臉機用完之後 真的會洗得很乾淨 但我覺得這一款用完之後 我幾乎就是我 因為有一些就是卸妝水我用完的時候 我還是會 你知道臉上還是會有什麼會摳出一些東西 就是比如說眼鏡裡面還是會有一些黑黑的東西 因為我就是習慣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會這樣就是稍微再摸一下 看看有沒有東西 我就偵測它有沒有卸乾淨 那這一款幾乎就是眼部啊 或是臉上都不會有 就覺得是卸得乾淨的 嗯 好然後呢 因為我們說好我們要跟大家一起挑戰兩週嘛 所以從你看到這個影片開始 我們會連續有14天的PO文 每天週五我們就會PO 昨天晚上五門 有沒有做到這三電視 然後的一些心得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按讚 一起留言你有沒有做到 或是你有什麼想要加入的挑戰 我們都可以就是一個互動 我們就是一起挑戰14天 做到就是這三個好習慣 然後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好 所以我今天呢總共就用了四張 因為我就第四張 就把旁邊可能有一些Bronzer啊 剛剛沒有特別弄到的所以清乾淨 那我們現在呢再拿卸妝精 給大家看到有沒有卸乾淨 好就是平常我們就不會再用卸妝精 而且今天是為了要證明給大家看說 他們家的這個卸妝 可是真的就是卸妝效果非常的好 嗯 兩張白紙 反正就是卸得很乾淨 就是你再擦就是也沒東西了 然後再去洗臉 就是一般的就是用你洗面乳洗臉就可以了 然後保養還是要做 還是要做喔 我不能以為你臉像端端的就是已經保養完了 今天呢就很開心就是可以接到我們 平常就愛用的東西的邀請 然後又適用到他們家很好用的卸妝 所以就推薦給大家 邀請大家一起跟我們挑戰這14天的活動喔 就大家還有其他的睡前好習慣 想要養成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Baby我們之後也會一起來挑戰 然後我們說的就是在Facebook或是IG的這個PO文呢 那我們會把PO文放在下面的資訊 大概直接就點連結過去開始挑戰喔 嗯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那我們就要用這麼束的臉 跟大家說掰掰囉 掰掰